一开始就来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博弈了 美国不断的卡中国大陆脖子 我们知道说什么呢 有什么晶片啦高科技战 现在美国连中国大陆的无人机也要卡 来看到是呢美国的拜登总统 12月22号签署了2024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 禁止联邦机构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 那当然没点名 但大家都知道大疆无人机嘛 美国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它只要在哪个领域 或是哪个产业它输中国 它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它就禁止中国的这些产品 进入联邦政府 或者是联邦政府所采购的这些项目里面 其实这个就是违反自由贸易 但是我觉得美国如果它越来越把贸易壁垒 一直拉起来 其实我们就回到WTO之前的状态 WTO之前是GATT GATT 那也就是关税同盟 在过去由于各个国家都会保护自己的产品 保护自己的产业 那因此都会用各种关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产业 可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都在保护自己的产业的时候 就形成了很多的贸易障碍 壁垒 对形成了很多的贸易壁垒 那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很难流通 为什么因为当你假设我们就这样一个假设好了 假设你今天你的汽车工业比较强 我的汽车工业比较弱 像过去我们台湾的汽车工业比较差嘛 那我们对于汽车的税就拉得很高 那拉得很高的目的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汽车的工业 有这样一个发展基础 那这样的情形你的汽车就很难卖进来 可是问题就在于你也会报复我 那例如说我们台湾的3C很会做 那你可能就把3C的产品 你的关税就拉很高 那当然3C是很后面的事 可是早期台湾比较强大的 是做这个石化工业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台湾 那你就把台湾的或者玩具 或者是台湾延伸出来的塑胶的制品 你的关税就拉得很高 因为你要保护自己 你要保护你自己 或者是你要抵制我 那你就把你的关税弄很高 那我的台湾就很难卖过去 所以我们两边的贸易就很难互通有无 而这样的话人类就感觉到说 这样的最后的结果是你贫穷我贫穷 逆全球化 对因为东西都变贵了嘛 那这样的发展并不利 所以才会有GATT 关税同盟的这个主张的提出来 最后发展出WTO 那就是走全球的贸易 也就是说把关税壁垒都下降 原本提出全球自由贸易的是G7 这些工业的国家 因为他们在工业科技各方面都领先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我都领先 所以我的东西都很好卖 因此我就要求世界各国都要走向WTO 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制裁你 我就打压你 所以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被迫开放他的国家的市场 那在过去如果要讲更早的历史 那就是英国嘛 用船间泡利嘛 逼得你把这个市场开放 接着逼得你去把鸦片卖进去 那之后欧美是采用专利的方法 采用科技压迫 采用国际货币的压迫的方式 逼得你一开放 可是当大家都开放了以后 其实欧美获得的利益最多 然后但是有一些国家 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竞争下 还脱颖而出 最早的时候是像香港 当然它不是国家 那台湾当然两岸之间 那大陆认为我们台湾不是国家 我们两边都在主张谁代表这个中国嘛 好 可是那时候就创造出亚洲式小龙 它就脱颖而出了 脱颖而出可是因为经济体很小 所以欧美的国家G7 美国又打压我们 301贸易法案就打压我们 打压我们 可是呢 因为经济体太小 所以影响并不大 还可控的范围内 现在中国大陆经济体这么大 而它脱颖而出的时候 美国人就受不了 又要出烂招了 日本G7这些国家 它就受不了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违反贸易自由化 可是问题就在于 联邦政府不买就不买嘛 但是问题就在于 那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产品 用政府采购这个部分也可以不买啊 对啊 之前我们美光其实也有一些做法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也是有一些反制的做法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了 最近稀土站就很精彩了 对 还有佳者的这一块也是如此了 另外还有中国大陆很多的民间气购 或者是他们呢 只要大概讲说我们不买你的东西 你那美国企业也会哀哀叫啊 比如说苹果可能也会很惨 对的 那我想问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 第一个就是赖老师点到一个重点 美国输了就打压 美国输了就禁止 但这一招呢你能用多久呢 你以为中国大陆吃素的吗 也会有反击的做法 另外再来看到 其实全世界经济下行了 不过俄罗斯的总统助理他说呢 提到了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 领先世界的经济体了 俄罗斯甚至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然后他也说呢 以前北半球啊 美国啦 这些欧洲已经慢慢往下了 相反在亚洲呢 越来越势头更大 所以大家想要靠向中国大陆 但是来看到是说 你印度又在打压中国大陆 你是因为莫迪 你要选举开始高举你的 那个民族自尊心吗 比如说来看到印度财政部 竟然对中国大陆用于切割标签 或者是焊接的工业雷射机 要征收为期五年的返清销税 大概是0%到142.20%这么高 是这样子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学家的计算方式 因为国际之间 对于GDP都有两种计算方式 有一种就是按照目前的现行的汇率 也就是以美元为基准 你对美元的汇率来计算 那如果以这方面来计算的话 美国排名第一 中国排名第二 但是另外一种计算的方式 就是说以品准购买力 购买力评价 也就同样一杯一瓶水 在美国卖多少钱 在中国大陆卖多少钱 那用这个方式来做换算 那由指标性的商品来做换算了以后 其实被计算出来的结果 中国大陆早就超过美国 对 排名第一名 那美国是排名第二 这个我想用品准购买力 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因为你看美元一下子涨一下跌 像日元现在跌得很惨的时候 日元的人金所得都退到全世界23名 比台湾还惨 还惨 因为货币贬值 所以它的人金所得就减少了 那就是用现行的汇率来算 可是如果用这个品准购买力来算的话 那俄罗斯在欧洲就排名第一了 就超过德国 我想这是一种计算方式 所以俄国的态度就是说 我是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 那你们都输我的 你要来制裁我 这简直是可笑 同样的道理 在整个全世界 中国大陆是第一大经济体 你美国要制裁中国 了不起就挑一些卡中国脖子的东西 就像半导体 但问题就在于 如果一旦中国大陆突破了半导体了以后 你美国还有什么可以制裁中国 现在印度更糟糕的是这样子 印度更糟糕的是在于 印度对于中国的企业 就非常的不理性 非常的不礼貌 那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是印度最大最大的顺差国 也就是说印度很大的一部分的钱 是被中国赚走了 因为东西比较好啊 对 所以印度大量的向中国大陆采购 而印度的东西不好卖 所以中国大陆从印度那边 买进来的工业制成品 是很低的 他哪有工业制成品 对 所以大部分都买香料 买一些装饰品等等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印度它本身 很多的重要的原料 例如说印度是制要大国 可是印度很多的原料 是必须要向中国大陆购买 那也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看到对印度来讲 他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种大幅度的贸易的逆差 他实在是快忍受不了了 他就会去找很多产业来开刀 那但是这样子对印度会好吗 而且你对中国大陆开刀 中国大陆其实也是会有反制的做法 我想问一下賴老师 你怎么看 印度这一招会有效吗 因为最近真的看到太多太多了 刚刚说到这个工业雷射机 只是一块而已 另外引发最大讨论 其实是Vivo了 你看怎么又来了 印度执法机构 逮捕Vivo的印度公司 两名高阶主管 然后他26号还要出庭受审 两个月前就已经抓了 该公司四名的高管了 一名还是中国大陆公民 罪名就是洗钱 又扣了这个帽子 Vivo说深感震惊 要诉诸法律的途径 其实路透社有提到 2020年之后 发生边境冲突之后 印度就加强对中国大陆企业 投资的选择越来越严格 之前大家也知道 比如说小米也是被突袭了 还冻结了48余人民币的资金 这个路透社都观察到 就是用政治来影响到经济 然后用经济的方法去报复 政治的结果 这个连路透社都看了明白 所以我想我们在台湾 或是大陆 或是海外的观众朋友 其实看了更加的明白 也就是说印度目前来说 对于中国大陆 在印度投资的企业的高管 或是企业动不动 就拿出他的 坦白说平常从来不知道 存在在哪里的法规 因为印度的法规 实在是太复杂 而且也太琐碎 而且不知道藏在哪个地方 可是当他想用的时候 他就从不知道从仓库里面 哪边就拿出一条 白宝箱抽一个 然后就用这条来去对付你 那就你就必须要到法庭去 然后到跟他去纠缠很久 那可能到最后法庭判决 是有利于中方的 那不利于印度 可是对印度来讲也无所谓 他也没什么损失 但是你的资产 就被控制住在那个地方 你的高管就被局限了 不过我觉得印度 这样的一种营商的方式 营商的环境 当他需要你的时候 他就大开方便门 你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的企业 会到印度去设厂 就是当印度需要你的资金 需要你的技术 需要你的工厂的时候 他就开了一堆方便门 什么东西都好 说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税也给你降到最低 然后呢 还给你最好的土地 给你什么什么都给你了 等到他不需要你了 或是他觉得他已经学会 利用完了 办那个皮毛 只会皮毛而已 他已经学会了差不多了 然后他要自己成立了 这个时候他就把你赶走了 可是他把你赶走 你要赶走就好来好散嘛 不是他就用法律的方法来修理你了 是 然后没收你 然后让你血本无归 我觉得以印度这种做法 其实会外伤看在眼内 看在眼内 他们内心里面都会提心吊胆 我个人认为印度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我们讲的就是 引证止渴 就最终会伤害自己 因为当华尔街有一些投资客 又在炒作印度是未来的 中国的时候 又在骗一堆人往印度去投资 哪一天他们到最后血本无归 都被印度人吞掉 吃掉一大半 这个时候他们就后悔莫及了 对啊 印度跟中国大陆真的要比 真的除了人口很像之外 其他几乎完全都不一样 人口数量很接近 对对对 不是说很像 是说数量很接近 对对对 素质不一样 素质不一样 好 然后教育全都 还有大家我们的 瘦的文化也完全不一样 只有数值 非常相似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华为小米中心 数字 不是数字 好 賴老师揪先我的发音 我没有四个揪先你的发音 都是差不多而已 好 华为小米 OPPO还有中心都吃过亏 另外再来看到印度还怎么样呢 说啊 退出RCEP四年之后呢 因为呢他邻国孟加拉想要加入 印度呢说什么 我要考虑评估跟孟加拉自贸协定的谈判 为什么呢 来看到就是因为 孟加拉说想要加入RCEP 因为看到了这个发展势头非常的好 但是呢因为呢 印度就说 孟加拉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非常非常多 远多于印度的进口 他担心呢孟加拉加入RCEP之后呢 就会让更多中国大陆制造商品转到印度来 所以开始要对孟加拉又要出手了 我觉得印度把孟加拉当成什么 静软喔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当初RCEP对印度门是打开的 对啊 你自己不要的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邀请印度进来 所以才是十加六嘛 十个东协的国家再加上 印度等六个国家嘛 而且中国大陆或是所有的国家 也都蛮重视印度的 希望印度能够顺利的进来 印度本来也进来谈判了 也都谈得很好啊 那最后呢 印度的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 东协或是所有的国家 都觉得越来越难接受 那最后印度自己就一拍两个眼睛说不干了 那不干了当然就要尊重嘛 尊重印度以为说这样子RCEP就推不了了 那你不干了就不干了啊 RCEP照推啊 一推以后不得了 不得了 就是大家都发起来了 东盟整个大整合跟中国 整个都大起来了以后 都赚钱了 那所以周边的很多国家 因为孟加拉它的旁边就是缅甸 然后它再往东南走一点 就是进入了这个东盟了 那它当然很希望加入这个RCEP里面嘛 它就可以跟东盟的国家 可以跟中国 可以跟这个澳大利亚 纽西兰做生意 多好的事啊 那可是印度就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中国的企业 或是中国的商品 卖到你孟加拉 你孟加拉转手 就卖到我印度来 那我的自毛协定 那我就亏了 所以我要把你终止掉 那就偏偏终止 不过我觉得孟加拉它会衡量 衡量什么呢 哪个市场大 如果这个东盟的市场 大于印度的话 那坦白说 孟加拉不排除 就干脆跟印度解除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拥抱跟这个十加五的国家 因为这个市场更巨大嘛 而且中国大陆在里面 你知道中国大陆在里面 大家就想要加入嘛 你印度呢 差那么多 另外再来看到 在南海这个问题 你菲律宾真的也要好思考一下 不要天天只会抗中嘛 比如说 来看到 菲律宾说 哎 该国没有在南海 挑起冲突 这是呢 对中国大陆先前指责 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的回应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毛宁啊 外交部怎么说 他说中非在南海 发生的一些事态 完全就是菲律宾 改变政策立场 违背自身的承诺 违反了国际法 还有呢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蓄意侵权 蓄意制造事端 责任就在非方 菲律宾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要在国际舆论上要摆脱责任 说现在南海的紧张局势 责任不在菲律宾 责任是在中国大陆 是中国大陆过度执法 他的目的其实就在这里 不过我觉得明眼人 都看得很清楚啦 对 例如说李显龙 他就问菲律宾的小马克思 就是你最近在干什么 连菲律宾自己都承认 是美国 是美国拉的菲律宾 在讨论在仁爱交的那一艘破船 那艘破船 那么该怎么去修补 该怎么去维护 该怎么去补给 该怎么去修理 这个是小马克思自己本身 在接受这个 应该是NHK吧 就是日本的这个广播协会 这个广电协会里面 所公布的 这个里面就谈到说 美国拉了韩国日本 还有拉了澳大利亚 还有欧洲的德国法国等 来协助菲律宾在南海闹事 他自己就点名是美国了 自己点名美国 自己本身在南海至今要改变现状 而中国大陆要维权有什么不对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这个国家很奇怪 总统说了一番话 外交部又说了一番话 军方又说我跟美国一起联合巡逻 就是要去改变现状 怎么会出尔反尔 改变来改变去 我觉得这个国家 这样子是一个不可靠 不可信任的国家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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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